這間咖啡廳又更特別 因為它是位處在26樓的高樓 其實從2018年開始 台中在 就是跑酷練習區 那邊也還有像沙坤 這次進級到台中 據說會有一個從英國回來的特派員要來考察 不過時間也差不多了 但怎麼都沒消沒息咧 是它嗎 哈囉 哈囉 我是特派員世珍 這次全球八大星星旅遊目的地中 台中是全台唯一入榜的城市 而且已經連續五年都傳聯最一具城市冠軍的寶座 所以我決定來考察看看 這裡到底有什麼魅力之處 那當然是沒問題啊 不過一日之際在漁程 當然就要先從一杯好喝的咖啡開始 我們走吧 Let's go 我剛剛走進來就覺得這邊有一個似曾相識的感覺 這是不是有在日本開啊 寧珍內行 沒錯 這間咖啡廳呢 是日本福岡的冠軍咖啡 這也是他們首間海外的旗艦店 所以到這邊你可以感受到 其實他們不管是在裝潢上 都是走木質調 清水模的設計 所以看起來呢 就是很日式風情 有簡約風的感覺 讓人家走進來 就是一秒踏進日本 加上他們的服務啊 都跟日本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你就會有那種 偽出國的感覺 來這邊呢 你如果是咖啡控 來這邊你又可以享受到日本風情 又可以喝到好喝的咖啡 很不錯耶 因為我剛剛一走進來 就覺得它整個裝潢設計啊 然後氛圍都是很有質感的 沒錯 那它咖啡應該也蠻厲害的 欸 冠軍咖啡不是說說 我們就立刻請店長來 幫我們泡一杯咖啡吧 這屬於比較 就是比較甜淡的那種豆子 但是喝起來又是很明亮 然後會有那種魚韻的咖啡香味 我好喜歡喔這個 真的嗎 嗯 從最早一開始的話 是由在福岡的咖啡車 行動咖啡車來做一個起點 之後的話 因為他們非常的激勵於推廣精品咖啡文化 然後後續也滿熱衷於參賽的 所以他們不管在日本國內的咖啡師比賽 或者是在國際上面的咖啡師比賽 都有非常亮眼的成績 喔 真的很厲害欸 對啊 那為什麼會選在台中啊 台中的話 因為像是社長他們都非常的喜歡台灣 然後最終就是最喜歡台中的文化 不管是氣候也好 還有台中的新舊文化的融合啊 或者是像是台中的店面通常都很寬廣 就是非常的舒適 所以他們最後終於選在台中 來作為一個唯一一家海外起點店 因為這裡有很多網友推薦啊 所以其實這裡的假日通常都是一味難求喔 完全可以理解啊 因為這邊氛圍好 然後又有好喝的咖啡跟食物 我已經等不及要吃了 趕快吃吧 在台中這邊啊 尤其是這間餐廳呢 它可是有百億景觀喔 百億景觀怎麼說 因為呢這裡就位在台中捷運的市府站附近 那旁邊呢就是七崎 那你可以看到其實有很多的高樓大廈啊 很多的上半大樓 所以說呢在這附近就有很多的上班族 當然咖啡廳就很多啦 像市府站附近500公尺內的距離 就有超過10間的咖啡廳 所以說這間咖啡廳又更特別 因為呢它是位處在26樓的高樓 看出去呢就有全中部最棒的夜景景觀 對啊欸這個view真的很厲害欸 該不會已經可以媲美日本的韓館了吧 欸真的有網友是這麼說的喔 我覺得台中真的是一個很宜居的城市 因為你早上就是可以從一杯好的咖啡開始 然後下午可以吃一些小點啊 晚上還有夜景 真的超棒的 沒錯而且呢其實從2018年開始啊 台中在企業進駐的部分 就投資了超過7500億 創造了1.6萬個就業機會喔 我真的不得不說 你這個點挑的蠻好的 讚讚 而且台中在宜居啊還有休閒這一塊 我可以給它五顆星的評價 YA 哇欸今天天氣真的太舒服了 有涼涼微風 好適合野餐喔 沒錯喔 在豐樂公園站這附近呢就有三個公園 分別是豐富 豐樂還有南院公園 而且在這邊呢有全中部為二的好市桌 還有一個很棒的全棟的迪卡農 然後甚至呢在附近還有文心秀泰廣場 生活休閒還有娛樂購物兼具的好地方 是一個很完美的生活圈喔 對我覺得像這邊就很棒 因為它晚上你就可以來這邊散散步啊 然後白天 像這種陽光的時候可以出來野餐 真的太享受了 沒錯 其實在這邊附近呢 你可以看到整個豐樂公園呢 它的環境呢是非常寬敞的 現在台中市這邊啊 你可以發現它是一個很友善拍片的城市 怎麼說呢 因為在這裡呢 最近有很多的電影跟電視劇呢 都是在台中取景的喔 像是最近很紅的 未來媽媽呀 還有刻在你經理的名字 都有到台中來取景 你知道豐樂公園其實也有嗎 我知道還有一部片叫做 他們創業的那些鳥市 好像很多都是在台中拍的 是不是就在這裡啊 沒錯 欸你很有做功課 很聰明耶 這邊呢就是陳一涵跟佑晨 他們兩個在談心的地方 那你也可以看到整邊的環境呢 它其實有湖泊啊 有很多的綠翼 甚至呢它在這邊還有一個很特別的 就是跑酷練習區 那那邊呢也還有像沙村啊 秋千 可以適合小朋友親子假日出遊的時候 來這邊玩耍 所以呢是一個很棒的全齡共榮的公園喔 對啊這裡的活動真的很豐富耶 就有人在放風箏啊 然後還有好多人在遛狗 欸真的太可愛了啦 我們趕快去看看 嗯 另外呢其實在台中七七的還有一個文心森林公園 它同時呢也是他們創業的那間鳥市的取景場景 陳一涵呢就是在那邊回憶跟柯友人的過往 另外何倫東的芯片 他所導演的芯片 誰在你身邊也在那裡取景喔 欸我有聽說Lady Gaga是也在那邊表演過啊 嗯 因為當前她決定來台灣開演唱會的時候啊 當時國際舉行Lady Gaga選定的唱劇就是台中的圓滿劇場 因為它可以呢同時容納下1.5萬人這麼多人喔 哇這樣說起來台中在綠化友善這一塊真的是做到100分耶 嗯而且這一次台中入選全球八大旅遊星星目的地中 它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因為它有很多有特色的夜市 所以來台中怎麼可以不去逛逛呢 欸那當然囉 大慶夜市 這是在台中南區的一個夜市 而且它很方便 因為呢它搭捷運呢到大慶站 只要走路12分鐘就可以到達喔 最特別的就是啊它營業的時間是到凌晨1點鐘 很適合夜貓族想要吃宵夜的人啦 哇好讚喔說到美食就是我的專長啦 但是想要從我這邊拿到美食見進的嘉獎可沒這麼容易 唉呦沒關係啦我們逛一下就知道囉 來 超大車 開起來好好吃喔 往上撥開就可以喝 那我們不合鴨進一番起來 第一口我們先含住 現在再嚼一點我想吃香菇 我們現在有點危機了 想要壓一下 壓 對對對 怎麼樣美食見想緣 大慶夜市逛一圈美食下來 怎麼樣心滿意子吧 很讚耶 我們點的每一樣都超級好吃的 而且我覺得這邊很棒的一點是它的動線設計 就是感覺這邊很豐富什麼都有 然後你也不用照著就是一條路這樣直接走到底 你可以隨便逛逛我覺得超讚的 不過我跟你說這邊還不只這樣 我們等一下吃飽待會兒帶你去玩一波 好 憋懸懸懸懸懸 автом 好運哦 操飛 這好漂亮喔 Yay 兩個人都有拿到戰利品 真是太開心了 好棒的 而且我覺得這邊的東西 真的很好吃耶 就不管是大人小孩 來這邊都會很開心 小朋友就可以玩那些 有的沒的 然後大人就可以在這邊吃美食 對啊 像我們剛剛 不只看到套圈圈 它其實旁邊還有一些 像是丟沙包啊 或者是電動車等等 就是在這邊就是 有吃有玩 很豐盛 怎麼樣 特派人 你覺得今天的台中型 很可以搭 今天真的很不錯 所以如果滿分五顆星的話 我覺得我可以給它 五顆星的評價 已經開始期待 下次再來台中玩了 YA 大成功